蜜麻麻一盞群蜜蜂围在登基梯下方 这里是金门航站的停机坪 现场蜜蜂四处飞舞 让人看了毛骨悚然 44号下午三年多 一架黄新航空由金门飞往台北的班机 在搬离登基时遭到蜜蜂盘踞包围 赶紧将70名旅客送回后机室 但是过程中传出有两名旅客遭到蜜蜂遮伤 幸好没有大碍 只是这吐鲁奇来的意外 也造成班机延误将近一个小时 他有可能是从那边经过 或是要去那边筑巢 那飞机刚好来 飞机刚好来挡到他的路线 他就停在飞机上面 不忍的话他是不会在飞机上面 航站获报立刻拍出消防车到场洒水进行驱除 但是蜂群被水冲击之后更是四处飞散 造成现场形成更多个蜂群 事后委托外包的除蜂业者 利用吸除气和虾虫剂才顺利将蜂群移除 但是专业的捕蜂业者说 用水冲其实完全错误 用水冲是绝对错误的 附近没有蜜圆 但究竟为何会有这么多蜜蜂 捕蜂业者表示 四月份正是蜜蜂分蜂的季节 因此会开始寻找竹巢的位置 而航站人员表示 这次遭到蜂群袭击 开战三十年来第一次遇到 现在金门航站也请清洁队 检查航站的屋檐 是否还有其他蜂巢 要来防止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 现在新闻叶剧好 黄世函金门三宝道